哈喽老大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主持人家 我是你们的九号师傅 我相信这个建筑大家就非常熟悉了 没错 这就是西安的永宁门 我个人觉得蓝京这有名起的还是非常的有意境 它叫什么 蓝世于心达成之境 字幕长安逸 字幕长安逸 苟记柴才在凋 你再接 哇 这有一台懒静 看看它的日行灯 非常的大众化 真好这款车是还有呼吸灯的 然后正好这款车可以看一下它的屁股 这个屁股有点像ID系列 也是一个观众室的尾灯 蓝地330基因新进版定价 二十九万九千九百元 蓝地380psi 四驱豪华家境版本 三十三点六九万元 五三里四驱旗舰 也是我们的警备车型 三十九点九九万元 OK 上市发布会正式结束了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价格 已经正式出来了 动力有三种 2.0T的标准版本 2.0T的高弓 以及2.5T V6的动力 最顶配 最顶配的车型 它的价格还不到40万元 那 那胡想一下原先的图王2.5T的V6 上市之后的价格是多少 将近42万元了 整车的身长度呢 是接近5米2 轴距呢是2980毫米 那整个长度呢 甚至要比 路不得懒上还有长 不愧是大众汽车啊 真的是把中国人的需求拿捏的是死死的 中国人想要什么 没问题 给你安排上 都在这里啊 比如说SUV也有了 MPV也有了 旅行车也有了 对吧 你现在中国倡导多口家庭 多口话 没有问题 这款车都给你安排上 所以整个在日常的使用上来说呢 完全是没有问题 而且这款车呢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到位啊 也从侧面体验出了 中国这个市场当中的SUV的一个市场 竞争的非常的激烈 那大众呢不用说啊 就是它一定把这方面呢 摸得非常的透彻 你可以看到它的最低配啊 2.0特一个标准版本 它的一个起售价不到30万元 顶配呢 2.5 2.5T V6 再加上四驱以及将近5.2米的车身长度 它的价格是多少 不到40万元 再回想一下我的那个JLC啊 虽然它的大标占了20万元 其实一乌是处 那现在都说大众的车标占了10万元 我觉得这款车它的车标又有所升值啊 真的总的来说 这款车我相信后续当中 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喜欢这款车 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喜欢这款车 Talagon Lanjung 你非常喜欢它 你可以再等一等 相信这款车啊 后续一定会成为图王的一个接力棒的一个选手啊